习近平来到这里 听取嘎拉村发挥挡箭引领作用 带领群众增收致富 提升基层治理水平等介绍 习近平走进村便民服务中心 绿色银行兑换商店 卫生室等详细了解有关情况 村民打把奸餐 热情迎接总书记到家中做客 习近平仔细查看卧室厨房等 并同一家人围坐在客厅里聊家常 打把奸餐告诉总书记 去年全家收入超过30万元 习近平听了十分高兴 你看你的家里我觉得也是很幸福的一家人 今后的生活还有什么向往 现在的党的政策那么好 我的生活也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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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安排 下一步就是把现有的这些事业做好 还有就是把后代培养好 噶拉村的美好生活是西藏和平解放70年来 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一个缩影 这里是民族团结进步之花盛开的地方 乡亲们的好日子得益于党和国家的好政策 也是你们自己用勤劳的双手创造的 要落实好党中央支持西藏发展政策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村民们聚拢在路旁 手捧洁白的喊牙 欢呼着向总书记问手 托帽向总书记致敬 离开嘎拉村 习近平来到位于林芝新老城区交界处的公布公园 查看公园绿化和基础设施 习近平强调 城市的核心是人 城市工作做得好不好 老百姓满意不满意 生活方便不方便是重要评判标准 要坚持以人为本 不断完善城市功能 提高群众生活品质 习近平向在公园广场上跳舞的当地群众和游客 送上祝福 我衷心地希望我们各族人民 过的生活要好上加好 芝麻开花结结高 祝大家生活幸福 身体健康 扎西德勒 今年6月25号 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 拉临铁路开通运营 习近平来到川藏铁路的重要枢纽站 林芝火车站 了解川藏铁路总体规划 及拉萨至林芝段建设运营情况 听取推进亚安至林芝段建设情况汇报 作上专列实地查看拉临铁路沿线建设情况 深入研究有关问题 习近平高度重视川藏铁路建设 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 研究部署全面推进川藏铁路建设 对推进工作多次做出重要指示 他指出 规划建设川藏铁路 是促进西藏发展和民生改善的一项重大举措 雅林段的地形地质和气候条件更加复杂 修建难度之大 事所罕见 要发挥科技创新关键性作用 统筹谋划好西部边疆铁路网建设 充分论证科学规划 更好服务边疆地区高质量发展 和广大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 统筹谋划好西部边疏 感谢观看